黑眼珠旁边出现一个灰白色的圈 那可能是其实心脑血管方面有病变的 长寿的人 他的上肢的皮肤整个都比较少 而且面向的比较年轻 而心肝疾病的风险也比较低 在两眉之间 当发现有穿着纹的时候 那就是心脑血管工学不足 这种眼睛周围有黄色的斑 我们医学上叫做减黄瘤 是这个人有冠心病 生气报应报时之后 就会引他心肝 面向纹有穿着纹 难道就跟心脑血管能不含关系吗 这对面向纹纹 长约着级的伤害挺大 我想这个基本上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个大家不必过分担心 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面向决定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性格 比如说我们的面部表情的一个习惯 有的人就喜欢证明 那么这些通通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面向的 显得老还是显得年轻 最起码还跟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保养 那么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面向它只是反映了我们的面向 年轻还是老 它不能反映说将来你得冠心病 或者得心脑胸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看老年环和简栏流的判断这些 会合不合又快不快补呢 您接着往下看 其实这个老年环呢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大家能看到在很多老年人当中 我们是能看到的 那么什么叫老年环 也叫角膜老年环 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环它应该是位于我们眼睛的角膜 那么它在角膜周边部的这个基脂区域内 会有一些类质质物质的沉积 那么这个物质沉积之后呢 它通常会在我们角膜的上方 或者是向方形出现的 一般宽度大概就是在一个毫米左右 那么随着这个病情逐渐发展 可能就会它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一个环状的 那么这个角膜老年环一般来讲呢 它代表的是我们人伤岁数了 这个退化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年龄越大的老年人 他出现这种角膜老年环的概率就越高 您刚才说的那个老年环 是跟肢质沉着是有关系的 那是不是跟这个肢质的代谢有关系 那如果说有了这个老年环 是不是提示有高血湿的这种可能呢 那您的这个思路太清晰了 那我们说这个角膜老年环呢 那实际上是一种质质 类质质 类物质 在我们角膜周边部的一种层级 那么可能说大部分的产生角膜老年环的原因 都是跟我们神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变有关系 一部分人是有家族遗传史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 在某些人身上它也间接的跟我们的血脂 代谢水平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在我们血液当中的那种坏的胆部纯 低密度脂蛋白的胆部纯 跟它的增高呢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是因为血脂增高 将来就有可能会导致冻白樱花的发生 视频里呢提到的 我说眼睛上长了这个碱黄瘤 那是不是就是说脂肪沉溺在了这个眼皮上 也是高血脂的一种预警信号呢 碱黄瘤顾名思义 就是长在我们的眼睛附近的一种黄色瘤 那么这个黄色瘤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脂脂类的物质 在我们的眼部皮肤上的一种沉寂的一个表现 其实这个呢在很多中老年的女性朋友身上 更明显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的人出现了这种 黄豆粒大小的黄色的一个碱黄瘤 那么如果严重的话 它可能就会融合成片 那我们也要高度的去怀疑说 这样的人他是不是有一个脂肪系的异常 我们要去进行血脂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就跟刚才那两年 反而那个就是沉寂 沉着什么 是一个道理啊 对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位置不一样 对 都好